关心中火生煤正义持续的延烧当中 现在中央杠上地方了力挺中火 去年底台中市政府才引用了相关自治条例 认定台中火力发电厂生煤使用量是超标的 因此废止了中火的两部机组操作许可证 这创下了国内发电机组被废照的首例 并且当时还被开罚1.04亿元 没想到行政院今天晚间发布了新闻稿表示 台中市政府引用的这自治条例 跟现行的空污防治法有相互抵触的地方 因此条文无效表态要力挺中火 对此台中市政府表示将会依法提出就机 台中火力发电厂因为生煤使用量超标 遭到台中市府两度开罚 共计1.04亿元引发台电反弹 经济不远因此和台中市府杠上 新正月13号更宣布台中市府的自治条例 部分条文是无效的 台中市政府2016年1月26号公告施行 台中市公司场所管制生煤及禁用石油胶自治条例 其中第三条第四项 要求自条例公布日起 四年内必须减少生煤使用量40% 受制对象包含台中火力发电厂 台湾港务公司台中港务分公司和中龙钢铁公司等等 不过环保署认为空无法修正后生煤许可证的审查原则是由环保署通一制定 台中市管制生煤的自治条例抵触了空无法规定 站在中央的立场 这一项自治条例应属无效 我们对这个决议真的是感到了非常的质疑 后续我们当然会提出一些救济 但对此台中市府也回唱 这一项自治条例是由台中市议会依法制定 而且已经生效施行四年了 中央却在中火被关闭两部燃煤机组后 突然宣布条例无效 将会依法提出救济 记得台中综合报道